我們現在要去看日出 早上六點 現在要出來囉 現在是早上七點整 然後預計日出時間是7點07分 就像一幅花一樣 漂亮喔好漂亮喔 這個水超級淺的耶 水好清澈 對 大家看到太陽了嗎 前面那一小點粉紅色的東西 好多海鷗喔 我們現在要去吃 早餐 現在是早餐囉 今天一整天就是在Key West玩 然後到下午的時候我們就要開車 一路開往最美公路 到Florida City 對 我們待會見拜拜 拜拜 早上的Key West 這項報告是說早上七點就要開始下雨 這個車牌有點可愛 我們來吃剛剛Uber新機推薦的The Best Coffee in town 還有Sandwich Cocos跟古巴的麵包 然後我們要喝它的古巴咖啡 連公共洗衣店的洗衣上都演技 第一杯古巴咖啡 等一下還沒喝太多了 我們點了古巴三明治 我們選了是Hem and Cheese 它裡面 它三明治都這樣扁扁扁扁扁扁扁 啊七一半 貼心貼心 感覺很脆耶 很脆的 你能聽到聲音嗎 嗯 哇超脆的耶 欸不錯耶 這個七塊錢 它它再加一個蛋的話 Hem and Cheese and Egg 就要十塊 那包皮的口感很脆 很酥脆的 就很像吃餅乾這樣子 好厚的烏雲啊 欸你看這個 這一台也太可愛了吧 這邊是美國的最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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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14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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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下雨了 怎麼會撐傘 現在我們要去海明威故居 羅宇 看看它的豪宅長什麼樣子 嗯 T-West的燈塔 是這邊最高的一個建物 可以看到整個小島風光 要去參觀海明威的故居啦 它的房子是以這種白色跟綠色的基底 前面看到的這個是海明威 當時花了兩萬美金修建的游泳池 它的故居這邊總共有四五十多隻的貓 超級多的 又有一隻貓貓 沙天川很可愛 太可愛了吧 這邊又有一隻 海明威的達至氣 他們家很高級欸 老人于海 就是在讲那个 古巴的一个老秘密 叫Sandy Apple 在海里面跟一个大马铃鱼 活动的一个故事 听说这个故事是取之于 真实故事是海明威在 当地生活的时候得知的一个 故事很敏感写出来的一本书 听说海明威觉得 这个是他写过最好的一本书 这个是老人于海的鱼吗 哇 哇好大只哦 这如果是海明威以前住的房子 他真的感觉蛮有潜力 其实海明威除了老人于海之外 他还有其他几个蛮有名的著作 比如说有别的武器啊 然后那个 像他早上升起也是很有名的 两个没有看过 只看过老人于海里 海明威最后是 以自杀结束他的生命 下雨天我们来到了 Cuban Cafe Queen Greetings from Key West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诶 这样很多诶 哦好可爱 还有西瓜 我们打算点Cuban Chocolate Mocha 还有 Cuban Bagel 它是Cuban Chocolate Mocha 它是Cuban Chocolate Mocha 嗯 古巴口味低哦 喝看 一油味精的口味吗 奇怪的口味吗 蛮特别的 真的吗 就是巧克力味蛮浓的 然后甚至让我觉得有咖啡吗 那种感觉 古巴 Bagel Bagel 现在长这个形状吗 对啊 长条形的 很酷 诶 好烫 哦 哦 是湿的吗 是看起来是有Cream Cheese 然后古巴的面包 来试看看 不知道怎么这样湿湿的 对啊 我觉得里面应该有奶油 所以有Cream Cheese吧 所以可能有点湿 Cream Cheese店的 但我觉得它上面那个东西 有点甜甜的 对啊 它有点芝麻 然后它的那个皮还是很好吃 它有甜甜甜鲜味的 对对对对 蛮特别的 它很那个 就是小点心的感觉 好蓬松哦 它的面包 面包很好吃 这个面包要 7块钱 已经 好吃 这个时候就要配一杯 所以 咱们咖啡 尤其是你 等到了我们的Freeshadow Bus Duvolube 上车上车 你的小蓝帽子好可爱 有点有帽的感觉 大家一起来看到的是 是在Kee West 唯一一个免费的巴士 现在在巴士桥的午餐商中 要去吃什么呀 要去吃龙虾卷 龙虾卷 然后我们在Kee West 其实看到很多鸡嘛 走在路上也可以看到鸡过马路 那接鸡呢 因为我们听这边的Uber City说 其实是当年古巴人带这些鸡 来这边进行赌足用的是斗鸡的概念 对那当然这样的行为是政府不允许的嘛 后来政府就下令说你不能斗鸡 那他带来的这一大堆鸡就就地解放 全都就地也放 对所以他们就是不断的反应 然后现在鸡就这么多 有一个玩笑话就是说Kee West有10%的人口是鸡 你就可以知道鸡有多少 鸡真的很多耶 对 这个叫做来啊 DJ Clean Shake 龙虾卷 哇大台长龙啊 龙虾卷 这还算小份东西 我觉得要加一下 他们说那个面包很好吃 对啊 就是很扎实的蟹肉 有心哦 面包蛮热的 那个面包呢就是黄油的那个奶香味 蛮重的 通常会有点泥 然后他的蟹肉是冷的 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中和的感觉 所以会比较容易可以吃得久 不然会容易腻 还蛮好吃的 但如果说今天这个蟹肉是很热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 有点腻 他们点的这个是正常大小的 然后他们这一家还有一个特色是overstop 就是两倍的龙虾的量 嗯 肉很扎实 然后面包很香 我觉得真的我们两个吃了一个就不够了 我其实蛮喜欢它里面有加那个芹菜 绿色的这个芹菜 就变得味道比较丰富 口感比较丰富 但是呢我刚才居然吃到蟹壳 不是吃到蟹壳耶 合理吗 合理吗 不合理 咖咖咖咖 它对我咬咬咬咬 咖咬咬 所以说